TTT与黑猪粉丝嘲讽 最后一句话直接忘记 这天朴老师直播想要邀请一个女人 我再看一个像妹子的爱一样 随便看一个 拥有矫气的女孩 如果她近了她真的是个妹 她如果近了 如果她真的是个妹子 我真的会谢 来矫气说话 最后一句话 准备准备不准备 踢了快点 来马子准备 不是你一个男生 为什么取个叫拥有矫气的女孩 你解释一下 那你个胖子怎么会有人语线 你假把直接下车 你是你哥 你是妈淘口之娃娃 等一下先别排 我惩罚一下那个外卖店 我今天必须要惩罚他们 今天他妈的啃爽 今天直接买30个兔头啃 只有21个是吧 行 但是这样就你们每天的那个兔头 请问一下是那个炫弩的吗 OK 请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兔头是那个 其实买了新鲜兔头吗 行 那你明天再帮我捕30个就留给我好吧 行 OK 这家兔头给力 它都是新鲜兔头卤的 它不是那种冻兔头 它这个店不一样 因为我平时吃那些兔头 它有些是那种鸡仔兔头 你知道吗 很小只的那种鸡仔兔头 但是我今天吃的这个兔头 就是那家店的兔头 它做的特别棒 第二天商榨直接关门 你们要不你们摇一个 我我我正好我我我点个外卖 几美们 我昨天对我昨天大一别快 他那家店过了 我昨天预约了30个兔头 但是他那家店现在关门了 怎么办 喂老板 哎你好 我是昨天就是预约那30个兔头的 商家直接表示昨天把库存都吃光了 哦行 那就明天吧 好吧 谢谢啊 我昨天吃了21个兔头 把他们家的兔头买完了 他们新的兔头明天才到我裂开